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芳菲文化馆 中国民族乐器的历史悠久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 民间就开始流行了吹销弹琴等等 但是我们较少深入了解过明乐 这些曾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音乐和民族乐器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是我国著名的乐琴大师冯绍仙 和中原演奏家冯满天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一对明乐父子 冯绍仙 乐琴演奏家 国家一级演奏员 在二十岁便升任乐团首席的他 在二零零六年获得黑龙江文艺终身成就奖 冯满天 冯绍仙之子 国内著名钟软演奏家 六岁随父亲学琴便成为乐琴界的童心 2006年至今 与父亲冯绍仙 一同举办了数场父子独奏音乐会 这个软不是我教的他 是他自己在民族乐团就在工作当中 一方面参加合奏 一方面就学习着 15岁的时候 团里就发给我一个这个琴 考上民族乐团是靠乐琴砍 考上去的 在1983年 我在民族乐去乐比赛的时候 弹乐琴得了一个奖 文化部的一个奖 考上之后 乐团说是乐队缺软 你要尖 因为弹这个琴的人呢 就是说在乐队里面会有一个二等公民的一个 一个氛围 只知道用他做节奏性的乐器 弓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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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点和声弹点什么 不会给他一句旋律 不会让他出头露面 谁都不愿意弹 那么在乐队里他就是个无名之辈 但是又不可少 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四岁跟随俄罗斯的小提醒家 巴赫耶夫学习小提醒演奏 六岁随父亲学习乐琴演奏 成为童星 十九岁便代表文化部中职团体 获得表演奖成为独奏演员 冯满天面对一个在乐队里 毫无特色和发展希望的乐器 在父亲的帮助与努力下 开创了新局面 父亲九零年初的时候 从台湾回来带了一首诗 《非情不失证》 初听满自尽 白剧易血 听完这两句话就说 软弦 《非情不失证》 就如蹄虎万顶 台湾人出的唐诗里边 我就专门找关于琵琶 对于琵琶的诗 关于钟软的诗 其中这一首诗 我觉得最好 我就给它了 我就突然之知道 这个乐器原来是这样演奏的 我脑子里边就有了 这个琴的声音 和演奏的画面所有的韵味就瞬间都 都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 白剧易从事呢 写这东西 就对于软的一个定位 它应该发什么声 它应该是什么味 我觉得这说得非常 只要是好好看了这首诗之后 你就知道软该怎么弹 然后呢 但是我要重新开始演奏它 我就去学了古针 学完古针呢 我要去学了古琴 然后我现在能做到 把范式弹波乐 尤其用波子来演奏的 基本上都可以融为它一声 所以它现在就非常丰满 它现在不仅是非琴不是针了 我找到了非琴不是针 也找到了暗藏吉他声 终然演奏的学习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诗歌中得到演奏真谛的冯满天 却在1984年和朋友们 创组了白天使摇滚乐团 成为了中国第一代摇滚人 然后呢 这个时候改革浪潮就出来了 那个时候大家有一些诗歌呀 就特别令人着迷 那个时候就流行泥彩 舒本华 然后吉他就走进了我们的身边 我就自己学的吉他 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教吉他 就是能找到一点东西 能听到一点就听点录音 我们就能学这样的东西 慢慢慢慢的 这个是一个 是实在造就了摇滚乐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 刚刚改个课访 大家都学 就这种东西强烈的吸引了我 当他学会了软之后 他往吉他那边跑 整个摇滚 那玩意儿我怎么听 那玩意儿怎么别扭 这白天使摇滚乐队 我当时灵魂吉他主唱 北京就三四个乐队 白天使不倒翁 后来才有阿斗 随见 对 我们比他早半年 但是后来在90年代 80年代末就解散 是因为风格问题 我那个时候就想 我要用吉他弹出中国味的东西 那么当时那个老五呢 就是我要弹麦头 弹中金属 他喜欢 唱歌的时候 他就唱那些阳文 整那些布鲁斯 什么方坑 方什么 我叫不清楚 他整这些晚上 我听着他挺熟悉 在棋子上玩得挺好 我说这玩意儿整到中午晚上 也被我不行 我爸爸还算是支持我的 因为我感动了他 不误正业 他先心静瞎说 我当时没有 没有琴 没有 没有吉他 我大概一月挣 我挣42块钱 42块钱的时候呢 要买一个吉他和一个音箱 那是我就拼命的攒钱也很难维持 我就那个时候是定量 每个人半斤油 然后我就把那个半斤油拿出来 原先是交给食堂 拿出来以后买了一盆辣椒 把它搅碎了 然后放上盐 我吃了三个月 馒头沾辣椒 沾辣椒油 三个月 然后呢 我就我爸爸看我爸爸的时候呢 我爸爸说你怎么瘦 瘦成这样 然后你走路会摔跟头 好了以后他一看我这样 他去香港演出 大概要三年的积蓄吧 家里三年的积蓄 就买了一把电吉他和一个音箱 我说你把这道走不坏了吗 但是最后 他说我要把它 用它中国味 我说那行 那我就给你买个吉他 就因为这个 他又不说整中国味的 我才不给他买 那个钱是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可怕 那个钱 当时可以 一个琴可以买一个冰箱和一个电视 在八十年代 那是家里 就像现在买汽车了一样 你把他练好了 再往这上挪啊 我是这个 我的心里是这个心里 你学吧 随我你挪到这上 那我怎么去做行 你要在那里做老跑 我不给他买这个 我一直就要把 中国民族音乐的东西 融入到摇滚音乐当中 当时认为 他们认为这是土 因为大家都认为 那个时候要羊才对 怎么如何能谈到像美国人一样 那是最牛的 现在大家都恢复过来 所以我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积累 才找到了一点方向 风蓝天 接受的是传统民族器乐演奏训练 熟知中国民族器乐演奏的韵味 但却因它在摇滚乐 流行音乐圈中的磨练 将这些风格技巧 融入中软的演奏中 使得传统中国民乐得到了 内容 形式 韵味上的丰富 并开创了新的表演方式 冯满天对中软进行创新 成就显著 这个琴在海外 有很多人 年轻人都非常喜欢 父子谈论两人的亲密关系 朋友 父子 哥们一样拿东西 我就导人就拿 方飞文化馆 听大冯小冯聊明月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欢迎广告之后 回来继续收看方飞文化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 冯绍仙便研究了乐琴改革 并获得了成功 不单是乐琴拓宽了音域 还发明了多种演奏技巧 同时和多位作曲家合作 产生了许多乐琴携奏曲 和乐琴独奏曲 让乐琴作为独奏乐器 登上了中国和海外 许多音乐厅和大型的音乐会的舞台 大学的音乐系 也开设了乐琴专业 冯满天也受 父亲改革创新思想的影响 他在中软这种乐器的制作和改良上 也做出了杰出的创新与贡献 我就是在干这活的 他也现在好些 也在干这活 不过他这个软是这个乐琴的 或者是爷爷或者是爸爸 广播工团要先在中国大地上 要做一个软 他要在乐队里边有一个中音乐器 然后他找不到这个食物 怎么办呢 就现在唯一保存在一个 唐代的乐器 是在日本的郑苍苑 我们看了那个图片 那图片这里边有一个两个黑点 这两个黑点呢 当时因为当时的技术是照片 大家就认为这个地方是两个音口 它是是个误会 现在的中软这里边很多都有一个音口 中华乐器 琴针色 都没有在面板上开孔的 我当初弹乐琴 因为全中国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弹 也没人想到会 这个乐琴会走到现在这一步 演奏非琴不是针 暗藏极的声 我要我这样的一个乐器 又不同意 我就方便了中国所有做软的专家 没有一款适合我 因为中国的这个乐器的 在那个时代里边是 是农业时代的乐器 那么很多琴师呢 不懂弹琴 都是木匠 所以他不知道这里边 演奏家需要什么 慢慢地逼得我没办法 我自己研发 自己做 弄一个小作法 就是到了现在这样 他语音 可以达到将近20秒 他就表现中国人古琴 你有就 对 我这里也做了一个 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就是因为这个乐器 真正成型在汉代 这是汉代的官冒 我就以我的名字 命名了一个叫满天软 然后获得了国家四个专利 这个琴在海外 有很多人 年轻人都非常喜欢 冯满天不仅至琴得到好评 他还受邀前往香港城市大学奖学 研发了五品中软 以及演奏方法 首创了中软弹唱 并且在专家的协助下 完成了乐琴考级曲目 教材从述的编辑 他用心致力于明月的推广与普及 他撰写并演奏了大量作品 深受国内外的乐迷喜欢 证明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 没有改革开放 我不可能知道西方的音乐 没有 没有改革开放 我们也走不出去 真的 先是不反对 这就是已经到中间了 在支持的时候 你得干出成绩来 因为对他来说是个新品种 他的建议 就是他不知道 这个在你们看来是怎么看 可是他现在会好得多 对于冯满台现在走这个道 我不反对了 我也有时候跟他合作合作 我说假如说你成功的时候 我也跟你站在边 谁让你占我那么些年光了 那现在我也占你点光 我不要你什么钱 但是你走哪儿你把我带着 我溜达溜达 我能参加你们一块玩玩 总能感觉冯老故意唱黑脸 衬托儿子冯满天的努力 这一点点小心思 就深深的刻画出 甘为如此牛 为儿放下伟大的艺术家 身段坐后盾 坐基石的高大父亲形象 采访过程中的一唱一鹤 也如他们所演奏的乐曲般 美妙动听 他得经常求得我的认可 爸你看这行不行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是这样不行 我是你那样 那个小的时候也是 我的屁股经常是黑色的 上次也是崔永元问 说为什么是黑色的 也是我们俩一起做演出的时候 你爸爸在上面写毛笔字吗 练字不是 崔永元讲话 他得中央工作 我说中央工作不行 那是你爹 我一直是在我父亲的 伟大光魂下萎缩着 他是大师 他是中国乐秦的 新派乐秦的宗师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已经非常有名了 那么别人到处都在说 走到哪都是 这是冯绍仙儿子 我一直是这么多年都是 都是以冯绍仙儿子的身份出现 昨天开始 我觉得我变成他的配件 这很不舒服 他排练我 我是老子 我父亲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开玩笑 哥们一样拿东西 我这大人就拿 拿我调侃 反正是当父亲的 大概是到最后总是要欺负的 一会儿我和我父亲可以演奏一个乐器 你们就知道我们俩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伯父亲的 他在这里 我承认了 这一会儿 我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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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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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